是我第一次没有吉他 然后也没有立麦 然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站在台上唱歌 然后也尝试了新的东西 就非常感谢陈丽老师 张书瑞也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他放弃自己一直拿吉他唱歌的习惯 然后做一些很多大幅度的动作 张书瑞真的是突破自己了 他在舞台上他自己讲的嘛 他在舞台上不拿吉他 然后完全就是一个表演 就是一个融入了一些 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多那种表演的部分了 这首歌就太神奇了 就感觉自己解锁了一个技能 第一期的时候我还说我没有台风 但是我偷偷看了排练的视频 然后发现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太酷了 就很惊喜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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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